鬼灭之刃中,鬼杀队灭鬼一般都是采用呼吸法进行灭鬼 而所谓的呼吸法最早源于战国时代的季国元一 作为日之呼吸的创始人 季国元一在加入鬼杀队之后 就将日之呼吸的方法交给了鬼杀队队员 但是由于每一个人能力和天赋不同 尽管最终并没有人学会日之呼吸 但是却因此衍生了不少呼吸法 而其中风眼水眼雷成为了五大呼吸法体系 并且随着岁月的流失 后人也在这五种呼吸法的基础上不断延伸 直到大正时代 已经衍生出炼之呼吸化之呼吸等 更加具有个人指向性的呼吸法 但是即使呼吸法再怎么延续和衍生 每一个人能够并且熟练掌握的呼吸法有且只有一个 在鬼灭之刃的故事中 很少会出现多种呼吸的使用者 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 我们的主人公碳智狼 就是为数不多的多种呼吸掌握者 水之呼吸全新使用者 水之呼吸是炭治郎最先学会并且掌握的呼吸法 在被五惨灭门之后 悲愤交加的炭治郎遇上了水柱富刚易勇 在易勇的指引和举肩下 炭治郎顺理成章 找到了退居二线的潜水柱玲珑佐金刺 并且成为他的徒弟 跟随他学习水之呼吸 在两年的修炼中 炭治郎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 变成一个逐渐会使用呼吸法进行攻击的见识 并且完成了玲珑佐金刺给予他的考验 成功获得参加最终别选的资格 而在之后的几场对战中 我们可以发现炭治郎对于水之呼吸的掌握和使用 已经达到了熟练的程度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 准确判断所需要使用的呼吸形态 除了富刚易勇自创的水之呼吸形态 炭治郎还没有掌握 其他呼吸法形态炭治郎已经真于完美 火之神月觉醒者 尽管炭治郎最先掌握的是水之呼吸 但是很显然作为造门家的传人 先被与祭国园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炭治郎 显然不会仅仅止步于水之呼吸 那田之柱山中 炭治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敌 而这一次也是他人生中 第一次面对十二鬼月 尽管炭治郎和你豆子奋力拼搏 但是实力的差距仍旧十分明显 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因为实力不济 纷纷陷入了困境 但是也就是在这种令人无力的绝境中 强烈的求生与激发无限的潜力 在走马灯的过程中 炭治郎唤醒了曾经有关父亲的回忆 最终觉醒了火之神月 成功攻击了雷 尽管没有完全打败下弦之武 但是却为自己争取了一线生机 为易勇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而后在无限劣质片 发説片 断刀人寸片和无限成片中 我们可以发现 炭治郎对于火之神月的领悟逐渐加深 所掌握的形态也越来越多 雷之呼吸领悟者 除了水之呼吸和火之神月之外 炭治郎还曾经使用过雷之呼吸 由于半天狗和玉湖的气息 身在断刀人寸的炭治郎等人 不得不站在最前线 负责其保卫断刀人寸的责任 而在经历了一番厮杀之后 随着无一郎和甘露寺先后觉醒班文 原本不利于鬼杀队的局面 开始发生改变 炭治郎等人在面对半天狗时 逐渐占据主导优势 由开启班文的炼珠负责应付实力超向的增破天 炭治郎等人则负责追踪斩杀半天狗的本体 很显然距离成功仅仅剩下一步 但是炭治郎等人却显现在最后一步失败 由于炭治郎等人长时间与增破天交手 他们吉人的体力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极限 而此时的半天狗本体却不同 他已经精力充沛 很快就与炭治郎等人拉开了距离 如果以当时炭治郎等人的跑步速度 是根本支不上半天狗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炭治郎回忆起了善意曾经讲过雷之呼吸的使用方法 将意识全部集中在腿部 改变自身的呼吸和腿部的血液循环 被逼入绝境的炭治郎 照着善意的方法 最终领悟了雷之呼吸 并且利用雷之呼吸 瞬间追上了逃跑的半天狗 截至目前为止 炭治郎掌握的呼吸共有三种 分别是水之呼吸 火之神月和雷之呼吸 尽管三种呼吸掌握的深浅有所不同 但是不能否认 炭治郎切切实实已经学会了三种呼吸 并且能够完美地运用于实战中 可惜最后对上五散的时候 没有使出三种不同呼吸法的混合剂 你们觉得呢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